当地时间5号 俄罗斯政府法律网站公布了5月4号通过的决议文件 根据该决议 俄罗斯政府决定批准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交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提案 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 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 美国 俄罗斯和大部分美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去年5月 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 俄方就此表示 美方的指责没有根据 6个月后 美国正式退约 今年1月15号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俄方决定开启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的国内程序 俄方曾提出具体建议 希望在新条件下维持条约继续有效 俄方对美方未能支持俄方建议感到遗憾